你好,政治揭露 第二节回来,想和你说一些 比较新鲜一点的事情 以前我们做节目 闹开什么桑普 闹开泛民怎样亲梁天琪 其实论调就是大家熟口熟面 但现在可能有一些新的人物 其实都希望和大家留意 可能这些人物,你都经常接触的 那你不觉得他很大问题 但其实我都想告诉大家 其实你们是需要留意的 这些都是一些奇怪的势力 控制的人 在香港要煽动香港人争大陆人 或者煽动大陆人争香港人 比如说,举例 以前都说过 有些人无端端跑去球场 他都不看球,但跑去球场 就说支持香港队 就会逢唱国歌 就去喝 喝完那些国歌 结果那些画面回了大陆 那回了大陆之后 那些大陆人就不妥 香港人 那些香港人那些回大陆的香港人 其实没什么 他们都不会像你 支持港独的 最要紧的 但是他们这些大陆做事的香港人 就在大陆被大陆人咬 被大陆人吹 他说 你这些香港人 吹我们14亿中国人 你搞什么 那当然 很多这些矛盾 不是没有,不是不存在 但是我觉得香港人 是不适宜和中国人 那14亿中国人作对的 很坦白 那有个仆街 就叫做林超英 他就说 港洲发扬机场 就来会超越香港 就说香港机场 什么什么密密 写很多东西去骂 机管局 怎么做得不好 那首先呢 林超英呢 你就有什么专业资格都好 其实现在香港最大的问题 是机场最大的问题 是有两个机场 太近香港 一个叫澳门 加一条杆就是澳门机场的了 澳门机场是垂直 打直的 香港机场是打横的 那些 那些行道呢 就打架的 另一个机场呢 和香港的行道打架的呢 林震 其实这两个机场 太近香港呢 是香港机场发展的死局 那我其实在网上呢 我看到呢 就是 其实深圳机场呢 有一个发展计划呢 一直都被人卡住的 原来深圳呢 保安机场呢 都想抗建 想扩大个机场 如果呢 香港不起第三条宝道呢 被深圳起先呢 那香港呢 就不堪设想的了 因为行道不够 但是行道不够人家敢起 咦 毫你撑啊 如果我现在看回 2015年那时候 六八九通过呢 这个 要起第三条宝道呢 那个不是找香港人笨 可能是大陆佬呢 某一些的通知就说 喂 你香港好起了去啦 如果你不起的话 人家起了你大件事 那现在来说呢 大陆 可能都在很多协调那方面 就阻止深圳保护机场的抗充 那如果我觉得 现在香港 可能解决这些机场 太近的问题 因为广州和香港 根本的距离 那个白云机场 距离很远的 在花都那里 那大家呢 在 不算说太近距离 大家有竞争都没得说的了 中国有三大红空集团 一个叫做南方航空 一个叫东方航空 在上海 南方航空在广州 还有各航 这个中国航空 中国航空在北京 三大航空集团 在三个主要城市 那三个城市 自然就会成为 航空枢柳城市 没得说的 那广州成为一个枢柳城市 它一定呢 就会 会覆盖了 华南几亿的人口 可能有些飞机 要去云南 就去了廣州先 转机 转机去云南 或者转机去四川 或者转机去长沙 或者是武汉 这些不出奇啊 是不是啊 那 个个都在那里转机 那去厉害 有什么问题呢 你林超英说 说广州超过香港 没意思的 各有各做啦 香港和中国一国两制 香港是一个 国际区域枢柳 广州就是中国南方的枢柳 哪个厉害很难说 就算说广州 潜在四五亿人口会用的 那他发展比香港 我都觉得不出奇 香港不需要将竞争的目标 看下去 廣州那 反而就要想啦 那两个机场怎么处理先 一个叫澳门 一个叫深圳 如果要处理澳门的话 澳门最好接了去 我是这么看的 有条港珠澳大桥 不如将澳门机场接了去 澳门的人坐飞机 就过大桥 十几分钟坐车来 去赤立国好过啦 是不是啊 喂香港人啊 由哪里都好 坐车去赤立国也十几二十分钟啦 喂澳门的人 不如坐十几分钟车 去香港机场好过啦 将两个机场合併了去 实际上就叫澳门的机场接了去 那但是可能就侵回一些股票 给澳门政府 那跟着啦 喂三条跑道起不够的 起四条跑道 这个我就觉得澳门机场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就跟香港机场合併 澳门机场有一些航班呢 可以去到巴西 去到一些讲逃遇的国家的 扯过来在红香港 用 如果真的地势三条跑道都爆满的 起第四条跑道 反而就将 这个澳门机场 我搭这些地方 给澳门政府用来建楼 填海啦 这些他们自己想啦 这个是一个协调来的 我见到中国重产党 他已经在想一个叫大湾区规划 大湾区规划一定是有想 这三个机场这么近 互相撞死的问题 当然当然要协调啦 中间里面有一些利益的交换啦 喂 大哥 十年前 共产党说要起一条港珠澳大桥 因为十年前 深圳已经开始崛起了 那些东西贵啦 香港人不想 享受不了的年价啦 那共产党想 喂 香港怎样再发展呢 没有经济福地 那就起一条港珠澳大桥 给你向 朱三角西面啊 虽然你觉得朱西很难听 但是香港 如果要向发展的 是向西发展的啦 向北发展 深圳有很多人啊 深圳的人都很有钱都向北发展啦 大家赚没用的嘛 所以香港经济福地 向西发展有港珠澳大桥是好的 起了一条港珠澳大桥 将港澳机场合拼 都是有一个契机 那你怎样可以说 共产党是一定要搞死香港呢 即是共产党觉得香港是他一部分 你搞死他有什么好处呢 即是如果在北京的角度 要搞死你的可能是广东省 因为觉得广东省觉得你香港厉害呢 那些水就未必流下去 那这个不奇怪啦 但是是不是说中国有那么多利益 是不是全中国14亿人想你香港死呢 那但是另一个问题啦 深圳 那个机场是怎样呢 其实保安机场是很近香港的 那些航道是打架的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如果解决的方法最好呢 就将保安机场的降级 变成只是走国内线 不要做国际机场 将惠州的平潭机场呢 变成呢 就是深圳的一部分 怎样搞什么 直核市那些是他的事啦 那发展惠州的平潭机场 变成那里 深、惠、管 即是三个城市的一个 主要的航空枢楼 如果航空枢楼发展在惠州 那就跟香港距离远一点 那就矛盾少很多 那但是这些事是不是靠 这个大湾区的协调呢 靠香港自己搞不定呢 是不是呀 可能你会说 我在说董建华那些什么 中国好 香港好 香港好 大陆都好 可能你说我说这些 但是现在香港的问题 就是 跟诸三国太近 互相的利益和规划有冲撞 要协调的时候 靠香港自己的能力做不到的嘛 要整个大湾区去协调的嘛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说 现在香港是港独的 香港自己发展就可以了 如果香港可以自己发展 那就好了 但是不行了嘛 香港旁边的那些城市 如果你要斗的 那我就跟你斗到行 我是大陆 我在澳门抗建机场 我机场抗建它 跟你赤立国顶到行 大陆如果我跟你斗 如果我保安机场 多起两条跑道 不够行动跟你搓 大家揽炒 你明明 香港靠自己生存不了 因为这个是实际上需要 和他执行哪些地方合作 就是你搞港独 就是要和十四一人为敌 那如果别人和你为敌的话 那你的机场 大家基建上 大家恶性竞争咯 大家搞到你的空港运作不到咯 如果你香港的空港运作不到 最受益的 就真是港洲白云机场 没得不合作的嘛 这个我说回一些实际事情 但是林超英这个契弟 就在2015年那样 是疯狂出一些文章 就慢慢讲一大堆东西 就说什么不要起三跑 那这些就包藏和心咯 我发觉现在香港很多这些鼓励人 比如说又清源 无端端出篇文章就说 中资入川普维港夜景 所以这个是香港退化论 就说中资招牌铺满香港天制线 那那又怎样呢 即是如果我要在香港 看维港一定要只见到美资 见到英资、日资 就不准见中资 蛤?有中资就是代表退化 这些什么论述来的? 邮请员 这一节可能你们觉得悶也好 我告诉你们这些就是包藏和心 我发觉 2012年杜汶泽 弄出电影叫低俗喜剧 可能大家香港人看会笑的 是好笑的 女主角陈静很性感 特意卖她性感 但那部电影呢 叫郑忠基扮大陆人 那些大陆人呢就喜欢吃些糊塗东西 肉酸东西 吃田鼠呀 吃些古灵精怪东西 不是普通人吃那些猪牛羊那些 吃些怪东西 跟着呢 喜欢吃牛欢喜 俗称的牛熙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会弄出牛欢喜 大陆人我都没听过大陆人吃牛欢喜 牛鞭我都没听过啦 大陆人吃牛鞭 跟着呢就说那些大陆人呢 就喜欢和那些女孩 那些东西 就性交 就实情喜欢售交多个喜欢和女性 有性关系 其实这些呢是一些的 我可以说叫欲华的电影来的 现在我们想回说 那时候 2012年觉得很本土啊 很好笑啊 但是现在我们看回 这些就是用来呢 挑拨中港的关系 这套电影可能给大陆人看到 大陆人看到 港西说广东话的人这么差的吗 你骂得广东西 就是骂到广州的人了 就是他不是针对那些说普通话的人 郑忠基是扮着一个会识国语的一个港西人 说港西人 专同动物性格 你很明显呢 杜汶泽呢 就under肥佬黎的势力里面 拍一些电影 去侮辱中国 挑拨这种侮辱中国呢 就叫做香港的本土 所以杜汶泽拍到电影叫空手道呢 就去美化日本 就叫我们呢 就对日本呢 有一些的亲切一点的感情 就是女主角 鄧麗欣呢 就是打空手道的 他就认了个爹地呢 日本人是他爹地来的 就是诸如此类 一些的隐移 都在美化着美国啊日本 但是我不是好像中国粉青那样 看到日本是不是都罵 但是你看到 整个组合权 泛民整个组合权 有些人就拍套电影 美化美国美化日本 有些人呢 就去拍套电影 那当然杜汶泽 那当然杜汶泽 他的人生就拍过了两边啊 就是你看到香港很多这些人 在做着 比如说 謝安琪 叫你香港人呢 就反疫苗 黎明都是 因为 很多这些演艺界 为什么那些行为 是会叫教导香港人做愚蠢的呢 看西医会看死人的 不要看西医 不要打疫苗 你有病 吃个三草药熬了 但是有些病是一定要看西医的 有时候的东西 为什么要 要讲这些东西呢 在香港要散播迷信 散播些愚蜜呢 会劝大家 大家真的要小心一点 很多这些 资讯 飞出来 有毒的 洗我们香港人 不如说这个仆街 又是桑普和杰斯 两个鸡虫 两个都所谓港独派 杰斯最喜欢叫鸡 去支持刁文鸦叫鸡 一起 这个没得拗的 然后老屈郭文贵说 成也假料 败也假料 假你老母 都说 王岐山那架飞机 一家大小的那些 整堆人在里面 整堆海航的董事 和他同一架飞机 这些是有了证据的 没得拗的 有了ID 有了成 整个那些乘客名单 送给你看 那你怎么拗呢 这个是自由亚洲 粤语 真是美国佬给钱买的频道 又和陶军行有关 但这个频道 就是真是在保护着 王岐山 我都说美和江 是混合的 他们说的东西是有毒 这个是很明显的 接着 动作多多 我觉得 无论江也好 王岐山也好 美国佬也好 他们在香港动作多多 一时想说 林超英 一会儿杆 杜汶泽 现在呢 整群工党群契弟 星期五呢 走去示威 找名哥尔夫球场 为什么有个男人 要在记者面前去拆 工党那群全家产呢 这些是不是做戏给我看 说工党的人 又说为香港什么 为香港什么呢 这些是不是叫做戏呢 是不是啊 就是他们两个合起来呢 我在无线都见到 这条男人 在那动手动脚 在电视上 喂 这是什么东西来的 又是替工党宣传 替泛民的左胶宣传 就是什么鬼 古惑的东西都有 这一节呢 我真的 差不多说完了 其实我预备了 不止这么多的材料 但是都差不多说完了 真的 我没什么心机说 长毛 就不断在花生台上 做一些节目 就说怎样 以他自己最南梁 梁天琪为荣 他说南梁天琪始终如一 但是曾经骂过梁天琪吃人血饅頭 接着呢 又捧回王岸延 和王毓民 但是他们两个都是支持梁天琪的 真的 我觉得又是他们自己人 玩家家走 不管怎样都好 我不管王毓民哪股势力 但是肯定就是和泛民有合作 肯定的 就是我不会说王毓山一定和美国佬是同一股势力 但是他们呢 总之就是互帮 就很简单 就是江家是不是一块呢 我都不够肯定 究竟韩正那个江家 和王毓山的江家 是不是同一块呢 不疏啊 但是知道呢 王毓山那个江家 跟美国佬就比较亲 这个就看到了 跟着整群仆街 又那些王毓山的媒体 或者美国佬媒体 就是以肥佬为首那堆呢 就是这样歌颂梁天琪的 跟着他们自己又在互咬 我觉得很讨厌很讨厌 总之大家小心一点 譬如说区议会选举 小心这个八婆 这个八婆呢 就是那些社福界选委的 去年呢就是反薯片 撑白票的 你没有选择的 你没有选择的 你投票 如果你在区议会 你投建制又说什么 又说他们蛇齿饼 又说对香港 楼架高企 他们就手旁观 但是这些扑街 在香港人拥护薯片的时候 他是向香港人打枪的 那区议会就是两边都是扑街的 这个选区 不是建制就是这个八婆李凤琪 但是两边都是扑街的 你看到泛民古灵精怪很多动作 香港建制派就 读一下读一下也好 只是想动一下许智峰 我觉得许智峰抵死 但是不死我也觉得开心 因为许智峰不死 会累到整个民主党 就会大跌票的 我觉得也好 但是如果怎么样也有 我们再看一下 香港政局如何发展 是不如人意的 香港发展 就被这些人搞到乱七八糟了 但是我们仍然要留意 按住形势 因为香港是我们居住的地方 我在加拿大之外也好 我很多家人在香港 我仍然是一个香港人 你们在香港住 更加觉得 我们不可以放弃香港 不是走去和共产党拼过去抓死的 是这样的 现在香港的形势的发展里面 和整个猪三角捆绑 是要合作 不可以独善其身 因为人家的发展都影响到我们 港独根本是痴X线的 好 说了这么多